還沒去哪裡? 今天很忙啊 今天要去新竹駕一台車 那車是四年前五年前賣的 從我們這邊出去 從我們這邊賣的啊 然後第二台車是在台中 所以我們新竹駕完買完之後 又在台中駕完買完 台中有買的話就開上來 沒買再坐高鐵回來 一泊二日啊 一日一泊 好不好 一泊二日 一泊一泊一泊 好不好 等一下去看估什麼車 等一下看到就知道了 今天兩台都有一個共同之處 都是手排車 我跟你講 這個現在這個時代 以我的身分地位 只有手排車能夠叫我出動 好不好 其他的車都不一定可以讓我出動 你有沒有發現大部分 只有手排車我才會出勤 才會在白板上有沒有 牌子翻過來有沒有 出勤 只有手排車我們才可以出勤 所以等一下先去新竹看地台是什麼手排車 有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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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我老婆喔 今天是泰森喔 好衰喔 怎麼會這樣 我還沒幾百顆尾巴 欸,農家橡樹耶 農家橡樹,你知道嗎 我習慣用24H 好衰喔 你看這個 這是內鐵 拗桿內鐵 這個是主要的 還有這個內鐵 你看這中間 然後再拗進去 然後這等於水箱支架 他這裡本來要一根支架 左右各一根 所以他老闆應該是先拆掉 然後這邊內鐵 好,這邊按進去 這邊就撬起來了 擠下去嘛 這邊就撬起來 對啊 燈有過嗎 兩個大燈都破 怎麼 慘 我是怕這邊有沒有 這邊沒有 有沒有擠到 那邊稍微 真的,那邊喔 你知道就麻煩 稍微啦 可以開啊 那有的東西在小一點而已 喔真的喔 這邊有稍微跑掉對不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他 車頭撞到有沒有 那他不是只有你看到這邊 他可能這邊 能量一直傳送過來 在這邊釋放 就會變成 稍微會跑掉 那這個 就 比較麻煩 因為這個就要整個 車體都要校正 你如果說 單純前面的東西 壞新的 就好了 可是不行啊 因為 已經這樣 外邊 所以要校正 跟那邊的差距 這邊就 稍微大一點 這邊就跑掉了 是 這是 有沒有 到底差 嗯 所以他一級的就把他 所以他是 牽上 所以他是 牽上 雖然看這個 大梁沒有怎樣 可是傳到這一邊來 因為風扇的部分 不知道有沒有受損 他當是水箱跟散熱變數 這一定 有啊,剛才一級的 吸管 要排不知道 嗯 說嚴重是海島的 除了算 頭車的 比較貴 因為進口的 好,這個新竹特派員 哇 這風好大 有沒有 哇 這風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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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風好大被吹走啊 處理好了 10年就是他手牌 當初新車很貴喔 當初新車還賣7000元 他那時候只有出兩款 1.4自排 跟這個1.6手排 1.6手排 1.6手排有限量 所以其實在台灣數量不多 自排的是1.4 手排是1.6 在2009年到2011年 那2012年他就改成國廠化 就變成三代的Fiesta 那變國廠化之後就變成1.6 全部都是自手排 整個這個規格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車 10年現在手排車正常的一個價格 目前我自己在收這個車子 應該會收到 其實我收手排車比較高 我坦白說 我就是看到手排就高潮那種 也不知道在高潮什麼 我們就是喜歡自己排嘛 不喜歡人家幫我們排 這也怪怪的齁 好啦 反正手排車我會 鋪比較高一點 市面上行情 10年的這個車 應該正常要在20萬左右 甚至買到20萬超過 都有機會 就看車況嘛 里程數嘛 那再來 其實 我四年前賣它的時候 里程數就很低了 我等一下可以查一下 好像5-6萬公里而已 現在它也開9萬公里而已 但是它現在撞到這樣 我們可能要回去評估一下 有沒有修的可能性 或必要性 要怎麼修 回去來跟柯P討論一下 然後 那我們就去下一站 繼續再回高潮站 下一站台中 走 又是手排的齁 第二台手排車 走 好 好 走 要讓它那個水汽跑進去 要讓它那個水汽跑進去 然後馬上就要進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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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我的新车头手牌BSR回来了 先量一下两边的轮距修得准不准 好,换你拉前轮 欸,一样耶 249,来,来量一下 249 有没有 刚刚那边也是249 我量一下看看 有没有,中心也是249 有没有 就是代表有准嘛,对不对 嗯,因为之前哦 它这边撞到 我怕它车体跑掉 所以这个就是要考验修理厂的技术 好不好 有没有修得准 然后 我拉一下行盖 看一下里面了 欸,手牌新车头耶 怎么老是在干这种蠢事 你知道其实 现在因为是这个疫情的期间啊 很多这个 改新车头的料件都是从对岸来的 都过不来 所以哦 很多便宜的 改车头的大包 其实是有生产的 可是都在对面 寄不过来 所以我只好去拿台湾 副厂副存的 但是它是这个原厂样式 所以我把它改成这个 14年 15年之后的 马丁头 不要说正常 正常真的是 买不起啊 副厂就忘了 好不好 这样改起来 给大家参考 这一个改起来五六万 光车头而已 其他不算 听说最贵是这个电灯 听说这大灯不便宜 你看一下 当初这个大凉都没有损伤 都没有皱褶 所以也没有喷漆的痕跡 它这个漆是旧的 对不对 那它如果说它是新的漆 就会像这样亮亮的 有没有 这个是旧的漆 就是这种颜色 就是跟这边是一样的颜色 这边的这个凉 这跟大凉 这个大凉的颜色也没有新的颜色 可是前面这个保感内铁 我们看到黑黑这里 就相接这里 有没有 跟大凉 跟大凉连接这个是黑色的嘛 这个是保感内铁 保感内铁是新的 因为我们改这个新的车头 所以它内铁延伸 那时候内铁也是撞了 撞歪掉了 所以内铁直接就换新了 好不好 我们今天 就直接 完成一台 2010年的 Viesta 1600 原厂 手牌的 什么 马丁头 接下来有空 再帮大家 详细的介绍这台车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新车头改完 帅不帅 喜欢我们的影片 要记得 订阅留言 分享 支持我们再做更多 各式各样有趣好玩的汽车影片 跟大家分享 拜拜 分享 com 频道 有东西 无诚 音乐 按摩 音乐 听 记得 记得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